因为你今天全程参与协商 所以我今天第一个问题 就先请教你 跟我们讲 描述一下今天现场的情况 因为你知道 这两个半小时 我们有很多的版本 在心中浮现 想说到底是合不合 那是合不了 合不了两边在讲说 那怎么样对各自选民交代吗 那还是说谈这么久 是因为合了 所以在你这个声明稿 你知道大家心里面 有很多的小剧场 所以主委 那今天的情况是 非常谢谢 我想就如主持人刚刚讲的 这是一个新的历史 我们大家都在写历史 我们从来没有过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不只在台湾 在所有华人的社会里面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历史 什么历史 我们要结束一党独大 我们要迈向联合政府 这样的一个路 那我想我特别要说明 就是今天的这样的结果 对于两党的候选人 我想我们大家都要 竖起大拇指 因为大家都把中华民国 摆在第一位 把我们2300万人摆在第一位 来希望促成绝大多数民众 希望政党轮替这样的目的 所以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两位主要的候选人 都可以暂时把自己的政党 跟自己的个人放下来 那至于今天会谈的气氛怎么样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事实上我们没有全程见证 我们见证前跟后 那中间为了让四位主谈者 有这个有空间 所以当然马前总统是见证 那另外朱主席也算是半个见证 那由四位在里面谈 所以中间那段时间只有四个人 没错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各自有幕僚在里面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大家就到旁边的区域去休息 我想就如大家在画面上看到的 这个是会前的一个寒暄 那寒暄完之后 大家有个简单的开场 我想大部分的幕僚 我们都还在里面 那真正进入所谓的深水区 也就是到底怎么样来决定 配对的方式的时候 其实就是为了减少干扰的因素 也让他们可以尽情的来发挥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幕僚就全部退出 那等到有初步共识之后 那我们再进去 然后就写了这一份 也就是在我手上这一份 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 这一份 对 有提到的这一份共识 那这份共识 我想就如主持人刚刚讲的 我想在场的很多人 真的都非常的感动 事实上洗几而弃的不是只有一方 也有另外一方 也可能不太乐见这个蓝白河的 那我必须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蓝白河的进程 真的是为了中华民国 不是为了任何一个政党 也不是为了一个候选人 我想我简单跟大家报告到这边 好 那请问主委 那今天在比如说 因为这次大家就是想说 两边的一些症结可能卡在这个 游戏规则 那我们知道本来在国民党这边 一直是不是觉得说 坚持要比政党实力 不过最后看到结果 其实国民党退了 就采用全民调 这个在会谈的过程当中 有特别比如说顺利吗 还是有一些攻防 我想这一个应该算是顺利的 因为从结果来看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那当然媒体第一个就问的就是 第一个焦点就是 到底是全民调 还是到底是德国 国民党版的这个调查方式 从今天大家同意的就是 先放开这些所谓的模式 我们都是采集现有的 那现有的怎么采集 因为有的是这样子做 有的是另外那样子做 在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信赖期间之间怎么样来做 所以就会有各自推荐的民调专家 因为他们有科学的训练 他们可以把它翻转成 这一个可不可以跟这个对比 要怎么样来比较 所以也就是 我们会把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7号到17号这段时间 所有的拿来参考 那当然可能也就问说 那这份可能对他有利 这份可能对他有利 所以不用担心 国民党跟民众党都会各自推派一位 那马英九前总统也会推荐一位 让大家彼此有共识 都觉得这一份民调是可信赖的 我们再来采集 然后由民调的专家来决定 这一份的这个评比 怎么跟这一份来做相互的对照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暂时都没有 什么所谓的全民调 或者是什么国民党版本的全民调 等等都没有 我想这就是一个彼此释出一个 非常大的善意 我想这样子的结果 才能够在很快速的一个时间之内 来决定这个蓝白配对的方式 好 我们请导播 可以为我们上一张 我们来看到 因为在今天是四方会谈 都说正是大家一起共同写历史 包括这个朱立伦 侯友宜 柯文哲 以及马英九当见证人 好 我们来看到朱立伦呢 在会后特别感谢马总统 柯主席侯友宜 好 说在写台湾的历史 不单是第三波民族改革而已 这一次联合竞选 到未来组联合政府 都能够让台湾汇集更多力量 让台湾社会变得更好 更重要是超过60%主流民意期待 在我们共同努力下 一起努力争取2024胜选 将来组联合政府 共同为中华民国来努力 好 那么另外呢 侯友宜也说非常感谢马前总统 两党主席齐居一堂 如何为了共同理念 为了国家安全人民福祉 放下个人政党合作 往前迈进 完成第三波民主改革 协调出来两党的合作方式 这几天有结果 不管结果 谁政 谁富 共同携手合作 让中华民国这块土地都能够平安 好 那包括了这个马英九呢 在今天呢一开始他也特别提到 国民党民众党在这里达成了合作协议 我们为政治史上缔造新记录 可以使得双方在未来选举 其他各方面互相帮忙 对台湾对两党绝对是值得纪念 我们会依据合作协议全力以赴 而柯文哲呢 他当然也谢谢马前总统 还有这段时间大家的关心 因为是今天历史性的一刻 在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联合政府 未来该如何组织运作 当然都是一个尝试 同时柯文哲说 我也希望在马前总统见证之下 让台湾的历史往前进 结果如何还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那刚刚蔡正元委员来了 那请教蔡委员 目前看到还是慎感欣慰吧 蓝白河我刚刚一开始讲说 虽然接下来是一段艰辛的路要走 但这至少是一个好的第一步吧 非常感谢马英九跟韩国瑜 没有他们两个的话 蓝白河找到破局了 我必须承认这一点 那我从今年五月份到处奔走 施涵这个要蓝白河 也被国民党很多人 把我骂得臭头了 好像阿亮哥也遭吃一只秧 那你输了鸡牌没有 还涨了一个 他说十片鸡牌还好 输了十个鸡牌 那记得给我一份 好像被耀光了 对 因为我的一开始的判断就是 蓝白不合 两个人都会输 柯会输 侯会输 蓝白不合爽到赖清德 爽到赖清德 而且不止如此 国民党输了不止是侯友谊 国民党立委会惨输 那国民党立委是国民党未来的希望 我会心疼阿 国民党输过总统阿 不能再输立委阿 那一样的阿 民众党立委有很多出来打天下的阿 像我们在座就有一个很棒的 立委候选人 我舍不得让他们输阿 可是我也看了 如果蓝白不合的话 民进党的立委会会大赢阿 那在国会过班 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到哪里去 就变成一党独大 所以我是觉得 在这个关键时刻 蓝白和我跟大家讲 不一定会赢 但是蓝白不合是一定会输 那到底很简单啊 而且蓝白和的国民党 跟民众党的立委会赢 加起来有过半数的机会 我的算法跟阿亮哥的算法 是完全相同的 那我们为什么不往胜利的道路走 为什么要去 所以挤你一些固有的观念 我跟你讲 民众党也有啦 国民党更惨啦 都有这些固有的观念 但是在最后关头 马英九跟韩国瑜站出来了 终于蓝白和有机会 那期待的出来 不管是柯侯配 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这是一个历史的使命 已经不是个人的问题啦 所以我要奉献一些杂音 都要慢慢去消退 而且我要好好的劝告 不管这个 柯侯配 里面旁边有一些 有一些不适当的幕僚 也要调整一下 也要调整一下 因为打这样对赖清德的选战 是另外一个局面 注意到 我先讲另外一个局面 是一个很大的局面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 好的开始 但是挑战也在开始 因为民进党一定会 更加大的请及权力 因为以前赖清德 他都躺着选啊 看你们两个 来逗来逗去 他到昨天还躺着选啊 是啊 今天晚上就睡不着了 对啊 但是睡不着人最恐怖 为什么 他会把所有的家当都撕出来 因为以前他觉得稳赢了 一只手指头跟你们玩就好了 他现在不是 会抓着赖清德 抓着什么一对 所有尽其全力 会攻击打击 这个蓝白盒 会打击柯文哲 跟打击侯友仪 所以这个反而硬仗才开始 而且会更加激烈 因为如果蓝白不合的话 他干嘛跟你打这个 他轻轻松松 对不对 这个雨扇观金 到处调侃 气定神闲 气定神闲 而且至少 钱可以少花很多啊 对不对 而且利息可以少用很多 而且王力强2.0 3.0也在准备 对 什么把戏都会出来 所以这种铺天盖地的漫天炮火 可是呢 为了完成台湾民主 政治第三波民主化的使命 我们冒着炮火也要前进 我以为你是要哭了是不是 快哭了快哭了 感动 真假的真的喔 谢谢马英九 我从来没有谢谢过他 我很讨厌大哥 今天会谢谢大夫哥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您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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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